好恐怖 逛街无端遭打暴眼 宜兰这名22岁林姓水电工 五天前左眼无端差点被人打虾 下张逞凶的就是左前方 这名22岁李姓飙车男 发生地点就在人来人往的宜兰市 汤姆熊游艺场门口 警方调查 教师节当晚 水电工和朋友要到游艺场玩 碰上嫌犯 凶贤镜突然呛瞎 你看三小 没有啊 我哪有看的 嫌犯挥拳 重击水电工左眼 眼睛碎片刺中眼球 因为他认为我在看他 他只是没有网 我不认识他 朋友前天将事发经过po上网 说水电工眼睛缝了四针 可能失明 网友直呼很恐怖 但也发动人肉搜索 救出肖张男常在街头飙车 苹果昨天街访若遇上有人呛瞎 民众大多低调回应 就一直跟他讲不好意思 就是说对不起 反正就是态度要软 应该也是就是不会去激怒对方吧 最好的方法是不要回话 什么都不要回话比较好 宜兰警分局从现场监视器 已查出嫌犯身份 将传唤他道案说明 动新闻宜兰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